2024夏天才开始 珊瑚白化已于八成 最严重的浩劫 全部死光光 2024全球第四次高海温热浪来袭 今年4月不止澳洲大饱交惨 7月初肯丁珊瑚承重灾区 浅郊区白化已达八成 再次扬起生态浩劫的悲歌 自2021用海洋光呼吸影像 记录肯丁后壁湖珊瑚生态 以提升环境意识的兰米克全人教育协会 在长达10年例行性用影像记录珊瑚时 金线孔自2020以来 最惨烈的珊瑚白化现象后 更严重的珊瑚大白化事件 已于2024年7月初发生 2024夏初不仅各处陆地温度飙迫纪录 今年7月初肯丁表层海水温度平均超过30.5度 也出现33至34度被珊瑚致命的高温 以至夏天才刚开始 珊瑚就以白化达7至8成以上 虽然说珊瑚白化不代表死亡 然要再熬过8月 9月甚至是10月的高温 目前看到白化的珊瑚恢复 可以说机会渺茫 研究表明 荧光化或白化的珊瑚要恢复体内共生藻 必须要在28度水温以下 外加没有过多的红光 及紫外线的侵扰才会恢复 且水质中也需有足够的食物供给 使不能行光合作用的珊瑚虫体摄氏后 至少一个月以上才能复原 这使在野外严重因高温白化 且无法用人工还控方式处理的族群 回复机会更小 而目前在2020白化后幸存 且经过三年恢复良好的珊瑚 在2024年再次重挫 使这被称为台湾大宝礁的后壁壶 短时间内恐再难以回复以往生机 重创渔业资源及观光资源 全球暖化及高海温 在未来可能成为日常 代表珊瑚保育的工作 可能需要引入更具远见的观念与技术 而更难以海中种珊瑚 及扩大保护区 来抵挡天后异常的不可控因素 台湾可以仿效澳洲及他国 透过人工或半人工的方式 保总与保留珊瑚多样性 例如引入海洋深层水的冷水 来为半开放式的人工珊瑚 富裕持降温 并成立珊瑚品种方舟 以扩大人工温室控温的方式保总珊瑚 美国国家海洋激大气总署15日宣布 全球正在经历第四次大规模珊瑚白化 而今年2024肯丁 恐成为1998圣因现象 2020南海暖水侵入 这两次最惨烈的大规模白化以来 最惨的一年 但我们害怕的是 这个间隔正在缩短中 成为一年一次的珊瑚白化灭绝潮 以下影片为2024年7月20日 兰米克全人教育协会的珊瑚生态研究员 在水底的摄影石井 可以完整地看出浅郊区珊瑚白化的比例与惨况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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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